陛下,他就是您让奴婢找的宋应兴 陈宋应兴见过陛下 爱卿,对鸟冲制造有兴趣 回陛下,陈确实有兴趣 此冲本应是我大明作战利器 只可惜未能尽显神威 陈听说九镇边军更喜欢三眼冲 但在陈眼里,鸟冲在射程与准确性上更强于三眼冲 当比三眼冲更值得我们去花大精力制造 但爱卿有没有想过,为何九镇边军不喜欢鸟冲 陈想过,也问过一些冠军将士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鸟冲难造,光打造枪管都得一个月 二是鸟冲打一发子弹,动作繁琐 不及三眼冲,简单快速 三是鸟冲不可以像三眼冲一样 有千弹时当火器时,没千弹时当铁锤时 尤其是边镇骑兵,最新三眼冲 打完三炮千弹,就可以直接挥三眼冲,如铁锤去砸 主此,爱卿可知道鸟冲对三眼冲有什么优势 回陛下,以臣看来,三眼冲不及鸟冲射得远 而准确性差很多 可惜啊,鸟冲与三眼冲皆是在三十部内破甲 所以北兵宁可用三眼冲而不用鸟冲 因为北兵所面对的剑奴多为假仪人 既把朕前些日子让毕茂康城上的军器读说一书 和朕后来画的图纸拿来 记住,还有朕让毕茂康上城的那把四升火冲也拿来 老奴遵旨 陛下,死冲竟没有火绳 不知如何引燃药池 难道是跟着碎石有关 这是元南京户部右侍郎毕茂康发明的自身火冲 朕让王承恩把他找了出来 不过朕更喜欢叫他碎发枪 他的一切机密接在这颗碎石上 以着碎石引火 从而代替火绳引燃药池里的火药 哎呀,如何臣就没想到 碎石撞击时既然能引燃枯草 自然也能引燃药池啊 爱卿,你持鸟冲 朕持着自身火冲 对着前面的靶子 看看谁更具优势 陛下所言这碎发枪真乃神器 竟比鸟冲射击快一倍 想必是不用火绳之故 所以朕去看看两种枪的精准度与破坏力 这碎发枪能精准度的更高 你把戏更近 百步外居然能破甲 臣请陛下立刻下旨推广此火器 有此火器 我大明必不去见奴也 而且刚才陛下不是让臣说 为何鸟冲不被九镇边军喜爱吗 臣想起来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北方风多且大 一旦遇见大风天气 用鸟冲很是不变 容易导致火药被吹走 火绳被吹熄 而这碎发枪由枪机火门保护 完全不用惧怕风雨 如若推广此火器 便无此优也 宋英兴听直 朕任你为工部右侍栏官 军器局 兵杖局 盔甲厂 王工厂等 合并为大明军械制造总局 由你主管 即刻组织工匠制造此枪 此枪虽优于鸟冲 但没有推广 也是有它的缺点的 一是制作成本高 一根鸟冲枪管 尚且需要工匠敲着一运 何况是这种发射强度 更大的碎发枪枪管 而且这碎发枪 关键部件弹簧 也是难以打造之物 所以爱卿别觉得这事容易 任重道远啊 朕希望爱卿 早日能将碎发枪的生产成本 降低到鸟冲以下 如此 方可列装全军 臣明白 明白就好 现在还是以制造鸟冲为主 先将整个大明军械总局 重新整合 分拆出枪械局 火药局 火炮局 兵械局 以及盔甲厂 机械局 其中美局设研发室与生产车间 研发室负责研发新式器械 生产车间负责生产现被确定 采购列装进军队的主流器械 以及新式器械 也就是说 生产车间有两种生产车间 但应以生产主力主流器械为主 取消搬将制度 以后官将不必再缴纳搬将银 全部以雇佣形式 雇佣官将为军械制造总局生产器械 其凤路与生产机械质量与速度挂钩 生产的器械越多且质量越好 将定越高 根据官将的技术水准 给予高级技术师 中级技术师 以及初级技术师 和准技术师等称号 级别越高者 给予更高的散观关节 遵旨 遵旨